瑞士第二大银行瑞士信贷爆发财务危机 向瑞士央行借款540亿美金保命 瑞士最大的银行团瑞银集团跟瑞幸达成了协议 由瑞银集团以30亿瑞士法郎 大约32亿美元约台币980亿收购瑞士信贷 并且在今年底完成交易 瑞士当局强力介入 希望透过接管瑞幸避免全球金融市场震荡 欧美各国对这个结果也都表示欢迎 在瑞士政府强力斡旋下 瑞士最大银行团瑞银集团 同意30亿瑞朗约合台币980亿 也就是市值的四折 收购财务陷入危机的瑞士信贷 瑞士央行将向瑞幸提供1000亿瑞朗的流动性支持 瑞士政府也将向瑞银提供90亿瑞朗的损失担保 美国财长叶伦、联准会主席鲍尔 以及英国财政大臣杭特等人得知消息后 都表达欢迎跟支持 至于投资人的反应 就看周一开盘的股市表现 刘荣伟编译